你以为你叫铁袋就比铁锤厉害了吗 他就怕你了 我们来看这本精彩对局 双方杀了个天昏地暗 孙铁袋 二话不说摆了个当头炮 铁锤呢把马跳 红旗杀马之后 黑奇很不屑的来了一个驱逗平凤马 我看你有多厉害 你挺三兵挺七兵挺哪个兵都不怕 红旗先出局 黑奇出局 红旗选择了一个挺七兵 那黑奇就挺七俗 红的过河局 黑奇呢平炮跟他对局 红的肯定是不对 平击压马 黑奇退炮 黑奇呢也是个暴脾气 来了个最最激烈最最毒辣的 基金中兵就是要跟你玩命 那黑奇先捕后中路 红旗继续冲 黑奇平炮一打 红的呢 把鸡躲开 黑奇继续冲足 红旗上马 黑奇再冲 这个奇呢就是红旗 其金中兵要从中路突破 而黑奇呢 刺激从这个红旗的三路线 要展开一个反击 双方啊矛盾比较尖锐 容易激烈对杀 走到这是一个布局的分水岭 黑奇呢一个是回天下马 一个呢是点下而路 实战是选择了几点下而路 下一招啊要平过来压马了 那红旗选择了一手上马 黑奇呢捕一手相 黑奇捕向之后 红旗选择把这个吃掉 黑奇一抓 红旗 再吃掉 黑奇呢选择了一个出贴身锯 出贴身锯就是一种比较冷僻的少见的下方 走到这儿 黑奇大致有两种变化 一个呢是充足 红旗吃掉 黑奇这时候啊再把马给它对掉 红旗吃掉 黑奇打一将 回手试 然后呢把锯杀出来 吃着马呢 红旗呢就打一下锯 给其定敌要打将抽锯 红旗呢再告锯 以后啊保住马之后 还有平炮打锯的这些手段 以后撞向出锯 对炮下体将军的 这些手段 变化呀也是非常复杂激烈 这个奇虽然说黑奇少个子 但是呢留的兵种啊是双锯双炮 都是长腿兵器 速度比较快 对于红旗啊也有很大的牵制 这是一种下方 还有种下方呢就是上马 踩着锯打住相 平锯 然后呢再进马 你这个赤足没有用 赤足照样打你的相 吃掉炮 然后啊进马 这样是卧槽挂脚是个双杀 就只有鼓势 然后呢一将 出涮 再把锯一吃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五步穿草码 这两路是下的比较多的 实战呢 但是选择了一个出贴身锯 红旗呢先补来一首试 那黑旗呢进底 吸入这个象 红旗呢 选择了一首高居 黑旗呢 进居到兵线 一个呢要平居压满 一个呢要养护这个族 平过来之后啊 打底相 那红旗一看 这个高了不横居 也没有位置 总不好意思 再把这个兵 把这个试落 就再甩过来吧 所以呢选择了一首平炮 以后啊 想出局 抓炮 那黑旗呢 就先动手了 黑旗把族平过来 就准备打象 红旗这个象又飞不了 又没法手 索性啊 他就出局了 你攻击我这边 我攻击你这边 咱俩就来吧 厮杀一场 那黑旗二话不说 先打掉箱 红旗呢 就吃掉包 现在黑旗呢 可是少了两个大子了 他是双军马炮 人家呢 是双军双马 双炮 六个大子都在 那黑旗呢 也不能 拉长战线了 赶快爆破 来一手 炮点单杀 打着局 你这个局呢 又不敢逃 你一逃 一步 葵花点穴手 卡住之后 打象 退炮 双杀 没法解救 既然不能逃了 他也不逃了 杀掉 那黑旗肯定要给他 撕掉 红旗 进马 牙齿杀旗 就推一手 施 然后啊 炮击鞭族 继续催杀 你这边呢 来不及动手 打一将上来 你再来一将 下去 你在定居 叫杀的时候啊 这门抢杀在前了 来一将之后 你这个象落不下来 只有知识 然后呢 定居一将 再下个试 杀是一将 这是一个连杀 所以这边有杀旗 他这门来不及动手 黑旗呢 就先补一手试 红旗呢 又来一将 黑旗落个象 红旗呢 他没有进居 来打象 他呀 走来不更加凶残的 直接呀 就麻踩中式 强行爆破 你不能用老将吃 你也不能用马踩 马踩呢 他居一干内 杀是要憋死你 就出来 你这打象姜 这都没有用 他再杀是一将 然后啊 兜底一将 还是活活的给憋死了 有杀旗 那黑旗呢 不理他 出老将 让你带姜 把这个马吃了 他就上来 再来一将 这个旗 老将不敢尽忠 老将尽忠 回马一将 黑旗呢 就选择来一手飞象 抵住你 同旗 再来一将 那黑旗呢 不一手势 那现在这边 打下一将 你一上来 进局一将 这就是一个双局挫杀 同旗最后挠了 再来一个弃局砍事 黑旗笑了 我给你吃掉 我老将进来了 大不了 等会再出来就完了 还又来一将 那黑旗就把老将出来了 你再跳一将 又进来了 这怎么将都没有用 他没法解救这个炮打相 装局挫杀 这个分铁袋啊 也只好无奈的投资任负 这些分铁